在重庆的大山深处有这么一个小镇 有山有水却荒芜人烟 在20年前这里的人全部车走 仅剩下了80来人 那么问题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个地方非常的美 这条河就是后西河和大宁河交汇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 青山绿水十分的美 但是这里的水却不能喝 这座桥就位于重庆乌西县的大宁桥 这个石石子不知道哪位高人 居然把眼睛给涂成红色的 桥的另一边就是大宁河 在这边我们看到好多废弃的楼房 其实整个大宁古镇 全部现在已经基本废弃了 仅剩80来人 这个呢就是大宁河旁边还需要一条栈道 这个栈道的下面呢有很多孔 你知道这个孔是干什么呢 这个是当年输送盐水所用的一个暗道 我们现在沿着西边走啊 看看重庆的大山啊 给人一种非常压抑的感觉 这座大山呢基本上挡住了阳光 在早晨差不多9点10点以后 这里才能见到阳光 而对面呢 树丛里隐约看到好多楼房 这些楼房已经在这里废弃了二三十年 其实呢沿着这条河走呢 就是后期河走呢 总共大概有七里长的 这个废弃建筑啊 十分的壮观也十分的震撼 我们沿着刚才的公路继续往西走了 大概两三百米又看到很多的楼房啊 这里是简直现在让人触目惊心啊 我们看看远处依然是非常多的废弃楼房 曾经呢这个地方居住了十万人 但是在经历了十七年左右呢 居然现在只剩下了七八十个人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一路走过来呢 真是有点不敢相信啊 其实这里的废弃的房屋啊 可以说是数也数不清 哇这下面在干什么呀 在烧火吗 很难见到有人的地方啊 我们顺着这个方向看 在朦胧的烟雾中呢 那边整个半个山坡 全部是废弃的房屋 这里呢曾经被称为 七里半边界 曾经繁华热闹的宁藏古镇呢 为何只剩下七八十人 今天呢我们先来探索一下 再来讲一下到底是为什么 这只是后期和尚 其中一座铁桥啊 在这座和尚呢 总共有四五座这样的桥 对面我们所看到的呢 一片非常集中的建筑呢 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废弃了 那边那个五角星还在啊 那是当年的供销社 上面还写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小镇很有特色啊 看这个铁桥啊 居然是拴在两个木墩子上面 这样的铁桥恐怕是第一次建 这个地方呢 是住户比较集中的地方 中心街21号 再往前走呢 就是生产街 这是当年的供销社大楼啊 玻璃不翼而飞 五角星还在 红色的五角星啊 很有回忆感啊 看看这里啊 相回到了60年前啊 很有烟火气啊 前面还有人进行那个木盆烤火呢 中心街22号 这个是建于上世纪70年代 离我们所想象的并不是很久远 这边呢摆了好多白酒瓶啊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了共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里面还有祝货啊 现在 供销社对面这个呢 据大马甲啊 这里以前是一个商店 卖一些布匹什么吃喝之类的 我们沿着这边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圆门 雕刻的还算精美 哇 据说呢 这是以前的车款索啊 据刚才的大马甲 但是我还是不太确定啊 这个圆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哇 走在这样的地方呢 感觉像碳蜜一样啊 哎 这里呢 种了很多菜 应该是当地居民种的 据说呢 据这里的一个大姐讲呢 这里是一个车管索啊 我想不明白啊 这里曾经呢 确实是比县城还要繁华 而后面那个废弃的大楼呢 就是曾经的良寨 看一看这个地方啊 在这里呢 碰到一户人家还在烧火 这个呢 就是当年的学校啊 这个学校已经人去楼空了 早已搬走了 但是粉川的外里面 看起来还挺新的 学校这边的门锁着呢 进不去 在这条街上呢 没有多少住户啊 我看到的也最多是十来个人 而且是这里的主要住宅区啊 如果继续往前走呢 就到了另一条街了 叫生产街 那个呢 就是曾经在这里的一个延厂 所工人们所住的地方 跟当地村民打听了一下 这里的水呢 确实是不能喝 其实 即使在空气中呢 也能闻到这种淡淡的咸味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里曾经是一个超大的延厂 而且呢 在汉代中期呢 这里就设置了制炎点啊 所以说呢 当时是属于全国36个制炎点 其中一个 就是这里的乌锡县 中心街过来呢 还有很多的这些民房啊 这些民房呢 大部分建在江边 这种房子叫什么 叫做吊脚楼 我们现在从桥那边过来 来正面看一下这些废弃的房屋啊 但这只是一部分啊 非常的恐怖啊 感觉像鬼城一样 据说呢 在这个山头上呢 还有女儿寨 这个女儿寨是怎么来的 据说呢 张献忠当年的一个女营啊 就驻扎在了这个山头上 这个女首领呢 因为天黑呢 没有判断清楚 居然把自己的丈夫射杀呢 最后呢 她自己也自杀了 张献忠的这个女营啊 其实就是想控制炎烈 但是呢 后来被清军打败了 清军呢 也是久攻不下 最后攻下来以后呢 整个将尸体挂满了整个山头 所以呢 这里很恐怖的晚上 在我的前面呢 这边有个制炎车间啊 这就是当年的生产盐的地方 叫做制炎第三生产车间 这里面有多少个生产车间呢 没人能够说清楚 但是在50年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达到了鼎盛时期 据说呢 当年有十万人之多 现在这个生产车间呢 由于考古的需要呢 所以成为了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生产车间呢 是在1996年飞弃的 当时呢 没飞弃以前呢 这里真是有十万人之中 之所以飞弃呢 就是因为这里不再产颜了 并且呢 这里因为属于深山沟里 早以前呢 这里并没有通公路 仅是靠着一条古道而走啊 叫罗马古道 如果没有通公路呢 这里的人就要想出路找饭吃 于是呢 这里的人就全部撤掉了 当年制炎的地方啊 很难想象 这些工业是怎么做的 其实呢 这是一项传统的工业啊 就是一项比较老的手工业 原理呢 很简单啊 就是使用平锅置眼 从这里呢 还能看到当年的生产车间 已经是杂草重生了啊 非常的震撼啊 当年呢 据说在那个 康熙四年到雍正年间呢 这里非常的繁华 有三百多个灶 一千多口锅 可见啊 到了晚上万家灯火 何等的状况啊 顺着这条小路走一下吧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门 车间里面是这个情况啊 只能这样看一眼 其实这个里面还能进去的啊 这是有锅有灶 这是盐水吗 这个大致进来看一下 那还有一口大铁锅 这是熬岩的铁锅 哇哇哇 好震撼啊 废弃完以后就是这样的 再说一遍啊 这个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建筑 这个有一定的考古价值 来这边看一下 这边还有人种菜啊 哇 以前的盐坑 盐锅盐灶 看来都在啊 哎 但是不好进去啊 这个应该有 看守的人这边 因为我刚才在那边 呃 一个小屋里看到一把椅子 生产车间过来呢 这边有座铁桥 我现在呢 是站在这个铁桥上 这个呢 才是宁藏古镇的核心区域啊 看到没有 整个全部废弃了 数都数不清 这里呢 还有很多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啊 有两百年前的 吊脚楼啊 相家大物什么的 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下相家大物 到底是什么样的吧 顺便说一下啊 前面这个地方呢 还可以洗盐浴 据说呢 夏天的时候 这里洗盐浴的人特别多 到了冬天呢 这里基本不经营了 因为有点冷啊 这个山里面 哇 烟雾明面的时候 还是挺漂亮的 重庆的大山 这个大物呢 就是相家老柴啊 这有几百年历史了 那这个就是年三百年 两三百年 现在这种都属于文物 生产阶79号 现在已经废弃了 没人管了是 这个有人要没了 政府管啊 政府管 政府管它不把它维修起来 它不都要坏了 哦 它要维修的是吧 它不维修 对对对对 咱看一下这个相家老公里面有啥呢 哇呀 进不去了是不现在 进去去了 哦 现在造坊了 都在呢 这个也是吗 是啊 哇啥也没有了 后头是造坊 哦 后头是造坊 是吧 哇哇哇 看一看这老宅子 哎 这是清代的大宅 如今成了这个样子了 被彻底废弃了 这样修复估计难度很大 我们接下来呢 来这边看一下 流淌了5000年的这个圆泉啊 就因为这个圆泉呢 这边的人呢 一时无人曾经 名场延夜遗址 重庆是供养于保住单位啊 看一下这里的水啊 还冒着白气 其实呢 这里的水都是含盐的 这个孔是用来干什么 据说呢 是当年为了分流用的 就说呢 把这个水呢 插上管子以后 分到了每家每户的倒台之上 让他们可以熬眼啊 当然这个政府是要收税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啊 人潮古镇呢 繁华了5000年 皆是因为这一堆圆泉 圆泉呢 从山间楼下来 冒着白气 哇 非常正常啊 很古老啊 李吴贤国的人呢 也就是靠着这个呢 开始制人为人 这边呢 还有一个巨大的龙头 这现在是个文物啊 据说呢 当年这两个口的水呢 一个流盐水 一个可以流淡水 还可以喝啊 但是现在就不能了 在外面呢 我们还可以去看一下 这边洗盐浴是怎么洗的 这是个露天的盐池啊 我现在在这个桥上啊 这个木板桥啊 看到下面还能 看到挺恐怖的 站在这里啊 呃 这个呢就是盐水池啊 看到盐水没有 现在呢 不开夜啊 因为这个只有夏天才开夜 我还不知道这个从哪里下呢 很多人的夏天呢 就到这里来 去盐浴啊 那边还有很多废弃的建筑 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 咱们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